还记得那个张雨琪吗? 还记得她在直播间狂喊 699块居然都买不了我一双袜子 699 哈哈哈哈 699块 我都觉得这个价格连一双袜子都不值 这种事情真是让人愤怒至极 张雨琪之前风头无两 她的一件衣服在直播间卖给粉丝时居然要卖到400块 可是突然被封杀后 同样的一件衣服居然只卖60块 这简直是何等的不公平 不要脸 最近 李佳琪在直播间怒对粉丝上了热搜 但我们不应该纠结她的态度问题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目光聚焦 在那售价竟然高达79块的每笔上 比黄金还贵的每笔上 这绝对是让人气愤不已的 关于价格与价值的讨论才是真正重要的 那些头部直播平台大声喊着提供全网最低价 然而实际情况是 他们并没有降低价格 而是将价格抬到高于市场价几倍 这是何等的虚伪行径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头部主播以什么价格卖 其他任何渠道和主播都不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 他们卖10块 就是全网最低 卖50块 仍然是全网最低 卖100块 依然是全网最低 以每笔为例 他们标价79块 然后其他人就不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 这意味着 如果没有他们 这个产品本可以以29块 或者39块的价格销售 普通人购买了所谓的最低价 实际上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 甚至可能只需要9.9块 然而 他们却被迫掏出79块 还以为自己买到了便宜货 这就是为什么头部主播 能够获得高达80%的佣金的原因 因为他们已高于市场价格向粉丝出售商品 粉丝们喂养了这些主播 却遭到主播的蔑视和鄙视 多么讽刺 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观众流量 所以可以不择手段的压低商家的价格 商家无法盈利 而消费者也无法购得真正实惠的商品 那79块的东西 实际价值或许只有19.9块 这其中的差价究竟被谁捞走了呢 因此 头部主播的数量与多 资本吸血的能力就愈加强大 资本吸血的能力越强 商家的成本只能不断下降 为了保住微薄的利润 他们不得不裁员 削减质量和公益 最终的结果将会如何呢 这是一个必须坚决探讨的话题 欢迎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展开激烈讨论 这种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让那些资本和主播明白 我们绝不容忍这种垄断行径 这种行为必须坚决定的 我会做的事 大家看看